从前有个小鸡佬 非常害怕坐飞机 这倒不是说他从不上飞机 恰恰相反 他毕业后好不容易进了一家外企 不幸的是 该岗位要求三五步时出一次拆 这个小职员为五斗米折腰 指望着以后转岗 就隐瞒了自己的飞机恐惧症 小时候 他曾经险些丧生于一次飞行事故 当时看起来 空姐甚至分发了写一书的纸笔 虽然最后安全着陆 但从那以后 他每次系上安全带时 都坚信这次一定会坠机 小职员为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 做了万全的准备 他的房间永远干净整洁 各种不可言说的杂志 急看急丢 电脑里从不留欧美男神点AVI 他常常坐在后机室里 想象自己死后 网上那群鸡老亲友来微博刷蜡烛 却看见自己最后一条微博是 所以他的微博总是不定时清空 留下一条似是而非的 岁月之河 凝固在任何一秒都是美丽的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万一预感成真 我真的在天上死翘翘了 大家可以毫无压力的刷蜡烛啊 万一这次没事 大家看见了也不会想太多 问题是 我三天两头的就要上飞机了 于是小职员在鸡老圈内 逐渐被传为了非常深沉的忧郁美人 小职员排亮条顺 虽然最近脸上长了颗青春痘 晒照片时总是遮遮掩掩 只肯露侧面剪影 或者眼睛特写 但依然能看出底子好 圈里有不少人关注 或者悄悄关注他 这其中就有一个特景 我当然是没有出柜的 事实上 我的身份信息都不能泄露 因为我隶属于 专门执行卧底任务的小组 谁都不知道 哪一天会轮到自己壮烈 这样的特景 默默分析着小职员的每一条微博 逐渐产生了一种大胆的猜想 首先 小职员从来不露全脸 其次 小职员偶尔冒出的只言片语 每每都能郑重 特景要害 比如我出任务回来 看着街上热闹的人群 总会想 如果就这么孤独地在任务里 这个城市 有多少人记得我呢 这个时候 他总会心有灵犀一般 发一条微博 有任何人记住自己 都是幸福的事 会有的 一天 特景终于忍不住 发了私信给小职员 他觉得 对方如果真的跟自己岗位相同 那私信显然也不保证安全 因此 他用了非常隐晦的暗号 你好 冒昧打扰了 请问 你是我想的那样吗 啊 他指的是基老吗 那不是想要意见的吗 是啊 是啊 很明显吧 这么快就回复 他大概误解了我的意思 看你隔几天就要清空微博 然后发一些让我感慨量身的句子 我在想 没准我们是同一类人 他不是只基老啊 那是什么 小职员回头看了看自己那些隐晦的遗书 又去对方的主页转了一圈 对方的账号一个粉丝都没有 主页更是空空如也 只有微博简介写着 身轻如燕 飞入云端 回头一望 不枉此生 啊 这可能是个病友啊 我不是唯一一个有飞机恐惧症的人 啊 我可讨厌我这工作了 每次出发之前都很害怕 哎 你又因为什么 这下没跑了 他一定是一个刚入行的战友 别害怕 都是这么过来的 要相信自己 一定可以挺过去的 啊 找到组织了 两人二话不说 加了微信好友 特警到底是特警 为保险起见 特地注册了一个新号 而小职员身为资深鸡佬 也习惯性关闭了对方 查看朋友圈的权限 双方都觉得 自己很理解对方 对隐私的重视 半生不熟地尬聊了两星期 话题才逐渐深入 行 是病友的消息 昨天有个朋友 出任务死了 啊 他 他朋友是在玩什么游戏吗 死亡这种事情 面对多少次都不会习惯 还记得第一次杀人后 我两天都没有吃饭 啊 什么情况 我回复他一下吧 这人什么套路 确实我也差不多 对了 你那次杀的什么人 我们这种人不能透露具体信息的 你也得牢牢记住 注意心情安全 小心 保重 我的妈 救命啊 你好 这里是 你好 我想举报一个事 请讲 我在网上 遇到了一个杀过人的黑色会 请讲 说一下具体经过 您是怎么认识黑色会认识的 他是我的微博粉丝 那您是如何判断出他杀过人呢 他自己说的 那他为什么要主动透露这一点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他一上来就很信任我 可能是因为我写的诗吧 我们会需要一些更实际的情报才能处理 谢谢您 再见 从今天起 要看我自己 与恶势力虚伪移了 小职员怀着一颗热血公民的心 一步步的争取着特情的信任 闲暇之余 他买了几本刑真与反刑真的书 晚上当作睡前读物肯 于是为了不露馅 也时刻装作对危险和死亡 十分熟悉的样子 甚至做了不少枪支弹药的功课 两人相识几个月后 小职员跑去大洋彼岸出差 坐了一趟十几个小时的国际航班 出发之前 他对着头顶的阴天拍了张照 微薄配吻 风萧萧兮 欲水寒 重是一去兮 不复返 小心 保重 嗯 我会的 活着回来再聊 哦 啊 腰 压软了 对了 手机还没开机 吓得手软 都忘了看消息了 这么多消息 黑社会都这么闲的吗 回来了吗 没事吧 看到速回 我还没睡 你如果平安回来 一定要跟我说一声 没想到 还是个有情有欲的黑社会 这次是不是可以趁机 和这位扛爸在语音下看看 抱歉 手受耳伤 没法打字 要是能骗他一个语音就好了 喂 你很好吗 真的安全吗 我猜 这大哥普通发好标准 不像是那种黑社会啊 喂 你没事吧 受伤了吗 嗯 嗯 现在没事了 操 你帮忙把犊子 居然背后放黑枪 还好我 还好老子躲得及时 奶奶的 我懂我懂 你别激动 特警陪着小职员聊到半夜 说了很多平日不会说的话 他们交流了贵中鸡佬的辛酸苦辣 分享了学生时代的糗事 各自剖析了对死亡的看法 哎 你好好一个人 怎么就干了这行啊 这 这行 怎么了 死亡率高吗 哦 你不也写过吗 因为心里还有信念呢 卧槽 这黑社会 还是个大龙珠味啊 开玩笑的 人子要烘过饭吃嘛 我读书不行 只好返回特长了 那你呢 你又是为什么 我对这个世界 有很多不满 我懂 我懂 这次交流之后 小职员发现黑色会变了 他变得越来越婆婆妈妈 鸡毛蒜皮的事 都要发条信息来汇报 今天樱桃打折 都买了一盒 今天路上的桃花开了 很香 今天出去吃饭 遇到一家黑心店 硬说我们多点的菜 没付钱 给老板蒲发五分钟 老板赔了我们十块钱 哈哈哈 蒲发 怎么蒲发的 扛帕子 逼动黑心老板吗 妈呀 居然被恶势里萌大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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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猫生宰了 哎 快过看看 求求 求哥 求爷 哎呀 给个正面拍张照呗 喵 喵 喵 我家的生活很好啊 虽然少了点刺激 但不用刀口填写 不觉得很想法吗 确实挺好 哎 那你 我得走了 今天情况 两人聊满一年的当晚 小职员又一次上天了 他坐在靠窗的位置 一边第三次检查安全带 一边默默回想 电脑里的种子删了吗 删了 房间里不可惊人的玩意藏起来了吗 藏的妈妈四十年后都找不到 微博清过了吗 最后一条微博发的是啥 哎 哎 我想不起来了 我最后发的是啥啊 哎呀 而且如果我这次追击 我还不知道黑色会长什么样啊 小职员担心的事情 没有在天上发生 却在飞机落地后发生了 他遇上了恐怖心机 嗯 啊 啊 啊 呀 啊 啊 啊 什么意思 我 我对鸡唐一行 无想的最后会死在地面一生 这么高级 手机静音别浪平 找人体 爬到别动 安静 小支援的大岛 已经一天空白 机械的尊障指示 关了手机 就紧爬到了一排 靠墙的座椅底下 拼命捂住嘴 仿佛过了两次走马灯那么久 遥远的地方 传来了警笛声 小支援更用力地入嘴 迷失几乎无迷失 他就没有伤悲 警方已经到达现场 应控制局面 请罪困的乘客有序撤离 不要惊慌 重复一遍 请罪困的乘客有序撤离 不要惊慌 短线 不是 是危险 危险过去后 给我报个平安 我没事 我有件事跟你说 其实 我一直都在骗你 我不是你的同类 我只是个普通小白领 别说人了 鸡都没杀过 我发那些微博 是因为我害怕死于飞机失事 我就一直这样伪装自己 是为了骗到你的信息 是警局告发你 等会儿 但是就在刚才 我突然发现 我根本不可能告发你 我良心过不去 以后我不会再联系了 你能不能 悉心革命 好好做人 我一直想看看你长啥样 我恐怕没机会了 忘忘我吧 再见 我只看懂了长啥样三个字 扛把子发了个字拍过来 这不是刚刚那些特警的衣服吗 你 你都能扮成条子了 我猜你脑子里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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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一直误会你了 我给你发照片 你觉得我 长得还行不 好看 那 你哪里人啊 你叫什么名字 有空买啥 见一面呗 其实 你敲我的时间挺巧的 我明天就要去出个任务 如果能回来 我就去见你 如果没有 那你最好也不用知道我的名字 小支援请了假在家休养 趴在床上 看两个人一年以来的聊天记录 直到现在 他才真正理解 对方的每一句话 昨天有个朋友 除任务死了 还记得第一次杀人后 我两天没有吃饭 你不也写过吗 因为心里还有信念呢 他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 冒险让自己知道他的样子吗 你走了吗 还没 要去多久啊 一周吧 等你回来 我会去找你 你这么快飞机 还是我去找你吧 也行 我请你吃饭 就是给你念到了好久那家蟹黄包 你要是待久一点 这块还有好几家吃的 不请我去你家撸猫 来呗 他可能怕生 我给你按住 那你背脑怎么办 那 那你给我吹吹 好啊 亲亲也可以吗 可以 认识你以后 我变得有点怕死了 这可不太好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很开心 谢谢你 第二天一早 特警接到指示出发之前 习惯性的最后刷新了一遍某个主页 就看见了他刚刚发出的一条 一路平安 特警笑着点了个赞 然后卸载了微博 而小职员的煎熬才刚刚开始 他的工作效率创了历史新低 每天仿佛到傍晚才刚刚惊醒 死活记不及午饭吃没吃 微博上的鸡老们都发现这位深沉美人恋爱了 生命之合适的哲学思考都降格成了买了樱桃等你来似的蠢话 乌虎哀哑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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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哑� 就留下的对自己的回答 我会的 小职员竟然整整三天都没发现的 这重大失误 犹如一个不祥的征兆 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职员给特警留了很多的言 他交代了自己最初的误会 漫长的谎言 补上了对方 红尔流露出孤独时 未曾给出的安慰 对不起 一开始误会你是黑色慧 还坐你那里套话 我不该骗你那么久 你不是喜欢撸猫吗 我给你留一只 不给同事了 小职员不断的留言 甚至提前交代了自己姓甚名谁 一年里用伪装的样子骗来的情谊 他只能祈祷自己还有机会偿还 一周过去了 小职员始终没能盼来回复 那账号沉寂的像是不曾存在过 又过了两天 小职员不敢就此崩溃 顽强地维持得人样 上班下班 拎包出差 飞机升到最高处时 一阵颠簸 小职员坐在紧张的人群中 恍惚地想 还是不能在这里结束 至少要找到他的名字 这世上应该有人记住他 或许是上天听见了这新声 小职员落地后打开手机 掌心传来一阵令人心悸的震动 小职员跳起来打开留言 却在读到第一句话时 就眼前一黑 你好 我是这个手机主人的同事 他的主人让我跟你说 不要随便把个人姓名发给我 很危险 吓死爹了 谢谢 他还好吗 他伤得很重 暂时没法自己打字 怕你等极了 让我代劳了 等到特警能自己打字的时候 才告诉小职员 当时自己捡回一条命 却昏迷了两日 昏迷中只觉得活着太累 一心想就此撒手升天 却总是听见一个遥远的声音 抽抽耶耶 这才不堪其扰地醒了过来 特警请了休假 飞来看小职员 他们吃遍了小职员推荐的所有饭馆 撸了猫 亲了嘴 也滚了床单 凌晨时分 小职员突然蹬着腿 凌晨醒了 做噩梦了 梦见你昏迷时 我向你同事要了地址 飞去看你 结果半路坠机了 其实 我也做了噩梦 噩梦见什么 也许在某个平行宇宙里 你刚从咱俩在一起的美梦中醒来 发现自己正睡在我的墓碑前 话不能乱说你 我总觉得怕死 是人类进化的缺陷 后来才发现 它是恩赐 我也是 正因为不知死亡何时会来 眼下的每一秒 才加倍的幸福 从年幼时起 在风中飘摇的那架飞机 终于等到了着陆的一天 感谢观看